供僚区公所推动的社区导览训练课程完成 而今天新住民学员们就首次带团在地导览 带领参访的都市小孩子欣赏供僚的私房景点 也下厨准备在地料理与乐视美食 利用凤梨、番茄、柠檬、酸籽煮成酸辣汤 罗旺子腌过的肉加上米线及鱼露变成道地春卷 孩子们吃起现烤的法国面包 新住民道理打动了都市孩子们的味蕾 也体验了供僚地区的多元文化 很开心我们本区的新住民能够展现他的能力 将他们的母国的文化融入到我们导览的活动里面 那也教导我们小朋友来做越南的春卷跟面包 每一样的东西都很好吃呢 法国面包很好吃 很好吃 已经吃逆都市的东西了 配合这次的在地导览 新住民也煮了鹅仔仔紫菜汤 白香石花洞以及艾草柜 小朋友都津津有味 这群新住民导览员首次带团参访供僚在地 还带着都市小孩们来到私房渔港 看看北台湾难得的贝壳沙 也教导孩子们守护环境永续的道理 共聊有好玩有好吃的 然后还有很多历史文化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认识他 那当然了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当然是想要展现一家自己说不会白来啦 导览其实说是把这个地方加上他的故事 给他有更好的生命 然后大家来的时候 不是再来一次就不想再来 再来一次还想再来 还一直想再来这边玩玩 很感谢这个地区感谢公所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新住民来到台湾定居 用他们的眼光看到在地的美好 展现更多元的导览见解 看着鬼灵精怪的孩子们 有新住民表示自己没上过幼儿园 很好奇这些孩子们有什么他们不会的技能 透过导览交流生活 也让新住民们收获满满 记者是奥文共聊采访报导